来台湾以后第一次看到很神奇的东西是 钥匙 我昨天出门的时候 忘记带钥匙出去了 所以我在外面等房东30分钟左右 大家好,我是J 我来台湾已经4个月多了 时间很快 对啊 所以我今天准备的影片是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韩国人在台湾生活中感到神奇的东西 所以我准备了几个episode 所以我们一起看吧 Let's go 来台湾以后第一次看到很神奇的东西是 钥匙 哇,这个 谢谢 台湾大部分的房间 用那个钥匙 钥匙 可是在韩国 我们有keypad keypad 所以只要知道房间的密猫 就可以进去你的房间 很方便 不必带钥匙 或是在手机里下载密猫APP的话 不必按密猫 就可以直接进去 很方便 我觉得台湾的方式是有点麻烦 当然 当然 如果别人也知道我的密猫的话 他也可以进来我的家 有点不安全 对那个部分 我觉得台湾的方式是更安全的感觉 因为那个钥匙是自我用 可是有点麻烦 我还不习惯带钥匙 所以我常常忘记带钥匙出去 我出门的时候 一定要带这个钥匙 因为我的家的一楼 要用那个钥匙卡 钥匙卡 钥匙卡 那个没有的话 你不能进去我的家 但是我昨天出门的时候 忘记带钥匙出去了 所以我在外面等 房间30分钟左右 你好 你好 我是一里你好的房客 因为我没带钥匙出去 所以 请你帮帮我 又忘了 哎呀 我知道了 知道了 嗯 我想再过去 等一下 不好意思 我麻烦你了 第二个是 江冷 啊 这个是我最不喜欢的部分 你们也知道 韩国和台湾的天气完全不一样 韩国是又冷又干 所以当然 台湾有很多很多蟑螂 因为天气很热 我也知道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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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也有蟑螂 韩国有蟑螂 可是 韩国的蟑螂是 不是那么大 是 这么大 这么大 很小 很小 然后 不容易看见 在 路上 我忘不了在台湾第一次看到蟑螂的瞬间 蟑螂 大的我吓了一条 可是 我现在有一点喜欢了 以前的我 看见的蟑螂的时候 我的action 我的action 是 我的意思是 不是 因为台湾是很 脏 所以有很多蟑螂 不是那个意思 台湾的天气很热 所以 很多很多蟑螂就在台湾 所以 对韩国人 很不习惯 然后 我觉得台湾的蟑螂 是很有趣 因为他们走得很慢 或是 他们路上 停着 这样 第三个是 垃圾车 这个是 应该 很多韩国人觉得很特别 晚上走路的时候 我常常可以看见 很多人在路上 纳着垃圾 等着 垃圾车的样子 那时候 我发现 他们拿着垃圾 聊个邻居 我觉得那个是很可爱 然后 垃圾车的 音乐很特别的感觉 就是 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音乐是有点可怕 现在已经习惯了 所以我听到那个音乐的时候 啊 垃圾车来了 啊 正可惜 我还没体验 等着垃圾车 因为 我的大楼 一楼是垃圾厂 所以 我什么时候都可以 丢掉垃圾在一楼 很方便 我想 体验 等着垃圾厂 因为那个是台湾的 很特别的文化 在韩国的 丢垃圾的文化是 什么时候都可以 丢进去垃圾 每一个大楼的一楼 都有垃圾厂 所以 我什么时候都可以 丢进去垃圾 可是没有计划 跟邻居聊天 第四个是 餐厅的 中午休息时间 台湾大部分的餐厅 从二点到五点都关门了 因为下午休息时间 但是我从二点开始就饿了 怎么办 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 肚子太饿了 所以三点去餐厅 可是餐厅的门都关着 但是 现在我已经习惯台湾的那个 餐厅的事件 所以我最近在地图上 确认事件 然后去餐厅 我觉得那个是文化差异 因为在韩国没有中午休息时间 我们只换大工的人 比方说 早上 中午 晚餐的大工的人都不一样 所以他们不需要休息时间 所以你们来韩国的时候 什么时间都可以吃饭在餐厅 所以我现在 从二点到五点 用UberEats 或是去便利商店买自己的东西 第五个是 发票 这个有文化差异 在台湾买东西的时候 店员一定要给我发票 可是韩国人觉得 发票是很强的东西 我们觉得对健康不好的感觉 因为那个 那个 ink 所以大部分的韩国人 不熟的发票 我们结账的时候 店员问我 你们需要发票吗 然后我韩国人说 不用了 不用了 就丢掉 因为我们觉得 这个是对健康不好的感觉 但是 在台湾 发票是很重要的 东西 因为 因为 이게路透 两个月 台湾一定会 确定要确定 这些确定 这些确定 当成功 这些确定 就是 跑得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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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 我有很多 很多 很多 发票 很麻烦 可是我的台湾朋友 告诉我 一个很 方便的APP 那个 那个是 载局 你们知道 台湾人都知道 那个APP 所以我现在 买东西的时候 不需要说 发票 我只要说 我有载局 听起来 当地人的感觉 很帅 所以如果 打算 长时间 住在台湾的外国人 一定要知道 那个APP 无论如何 都要找到 舒服的生活的方法 这就是 生活的智慧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 介绍了 在台湾什么 四国有多的 韩国人 感到的台湾的神奇文化 大家觉得怎么样 然后 这是我第一次 用中文 做的影片 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 有一点 有一点 有点自信 说中文 因为我 本人觉得 我的中文 进步多了 你们 不觉得我的中文 进步多了吗 我希望 大家都 可以了解 我的 我的说话 所以今天的影片 现在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